大家好我是龍蹦 本部片欄分享的是我們秉國三週年的預熱網站已經有做更新了嘛 待會會來講的是那個我的王國報告 那其他話先來講一下新增的 首先故事這邊已經有寫得更詳細了嘛 就是把更多的背景故事都已經把它寫得蠻清楚的了 就是算是給玩家一個交代 包含像是妖精王國的風鈴草餅乾 以及還有這個水銀騎士餅乾 另外一個是妖精王餅乾 就是背景故事寫得更完整 以及還有這個聖百合餅乾也是直接不演的 就完全直接給他寫下去 所以時間快到了 D社也會把這些東西講得更清楚 讓玩家們更加期待 這樣子才有達到預熱網站的效果 那緊接著野獸肖母大陸的這個背景圖已經也有了嘛 故事這邊各位就有興趣的可以去點 然後再來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你往下拉拉到後面的時候 除了這個銀色妖精之聲 相關的背景故事寫得更完整 之外呢 以及還有這個墮落的遠古英雄 我在講遠古啦 因為他是想說是在上古餅乾出現以前 所以我這邊先瞎掰一下 講他是遠古 反正之後呢 又有5個英雄 所以D社這一次真的不演了 可能他們已經知道劇情要怎麼寫了吧 那所以聖百合就出來了 那之後再來講一下這個新的墮落英雄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啦 那這個的話是第一個部分 就一樣 網址的話會放在字頂連結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以及還有之前有那個水晶 還有採方的 那個登錄活動還沒有登的1月19之前都來得及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來講的是王國報告吧 王國報告我認真先講 那個我自己都還沒有看啊 然後因為我之前直播的時候畫面左上角就已經有我的那個UID了嘛 然後就有玩家們可能已經去查還留言跟我講說 哇蹦蹦啊你已經登了365天了你好棒喔 可不可以請這些弟弟妹妹們 尊重一點 就是 我自己也想要看一些很驚喜的東西 麻煩不要破梗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弟弟妹妹們還是老屁孩啊 就是 可能會拿就是我的水晶量跟其他 課長爸爸們的水晶量來比 那我必須要認真講 其實我做秉國做到現在 以YT來說已經做了三年多了嘛 秉國的部分 那這一塊走流量你們其實真的可以去算 包含像是我從開服到現在的課晶量 認真講 他是虧錢的 就他不是賺錢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哪來一大堆 就是那種 很瞎的 講法 就是我現在是算是 蠻輕鬆的去講這件事情 可能會講說就是發發水片啊 很賺啊之類的東西 我真的真心不懂耶 你可以真的去算了一下 一定是虧錢的啊 是吧 但是也是因為 秉國的關係 讓我認識了更多遊戲相關的廠商之類的東西 包含像是我自己的本業 所以其實 對江秉人王國這三年來來說好了 雖然這個東西我發片我課金他是虧的 但是 他讓我得到的東西是 是不太一樣的 包含像是可能現在還在看影片的各位 就是還是要特別感謝 好然後快速來講吧 首先第一個 這是什麼365天 好開心 真的是真愛秉國 不愛了以後課金 不會更多 只會更少 OK 那 江秉人之塔再考慮 這第一個 然後再來第二個 餅乾扭蛋的次數 這特別餅乾扭到破萬耶 哇真的也是真愛第一次了 當然對比其他大課長來說 我這個應該算是小咖啦 只是 好多錢喔 呵呵呵 好然後再來這個服裝扭蛋次數 高級服裝扭蛋20是真的在鬧的 我忘記為什麼 要抽這個東西 因為正常來說一定是抽特別服裝跟 傳奇服裝嘛 這是很正常的 傳奇服裝就是 低色鑽彩爆另類的東西 炸乾你的採紅方塊 好然後再來 生產品最多的餅乾 是公主餅乾 我們辛苦了公主餅乾 然後再來 躺南地精工作的時間工作1000多個小時 我不知道怎麼算 然後節省的時間節省了8000多個小時 這個 我在直播的時候整天按加速 私底下也在按加速 我拿到的印點換加速 這個應該也算是合理吧 然後再來對公會BOSS造成的傷害 通常啊如果你是一般的玩家 你可能是王國回歸的玩家 那你 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遊戲好像到中後期了 這個傷害是不是太誇張 所以基本上你的傷害只要有破億 通常啦 就是那個遊戲可能就中後期了 居多 除非他的傷害上限可能到 百億或兆之類的 那另當別論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王國他算是個中後期的遊戲了 遊戲他是三年 所以我才會說 我比較期待獎品人之塔 然後也很謝謝滴色就是有用這個 算是什麼 這個網站 可以讓玩家們來回顧一下 再來進一場餅乾這個是聖莓果餅乾嘛 那這個就 因為聖莓果在二週年的時候他的表現真的不錯 那中間雖然還有其他像什麼飛鴻珊瑚之類的 但是聖莓果他的效果依然還是蠻棒的 以前面來說 那後面如果隨著劇情他可能又有什麼靈魂果這樣之類的 那就不好說了 因為 因為 只要滴色能夠賺財報 他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 弄出很多的東西 遊戲公司都這樣啦 大家要習慣 所以滴色其實他也算是蠻厲害的遊戲公司 然後我的水晶就300萬 如果這個東西算開服的水晶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 二週年之後我確實客間讓客的比較少 我有跟大家講我寧可去客別的遊戲 因為 我再怎麼客下去就是 本身這個遊戲 我玩 以錢來說的話他就是虧錢的 那一直砸很多其實基本上 他也沒什麼差異嘛 對吧 所以後來當然就是客的越來越少了 就重點的禮包買一買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今天星星堂這個也是已經滿出來 這個 可能他到最後面就是希望讓 新的玩家 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那舊的玩家你就放著 就是新的餅乾一出來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立即灌滿 大概就這樣子 運人家餅乾的這個 這是活動啦 8個4次 好啦 以上的話就是我的文國報告 那這個報告你分享了之後啊 他一樣是可以在FB 就是官方那邊有抽這個 聖百合的這個周邊 跟大家說一下 你自己用完這個報告 那你覺得不錯的人 還是記得你要分享 然後 記得在留言 這樣才可以抽這個精美的套組 好啦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這一次娛樂活動我相信也差不多了 因為 倒數的話也 接近10天以下了 就期待之後三週年第四端出來的一些東西 那有任何想法 歡迎留言 我是龍鳳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